上岸就怕这个 主要是怕没有车 你说圈刷回来还好 万一圈要是刷走 往南部稍微切一下 哎呀 坦克那边还是被放倒了 有没有闻到危险的气息啊 一点颜体都没有 忍不住了 这个困惑的地方 再怎么走也走不到房区 是的 二维也被放倒了 JF还看了很久啊 回房区更好 现在千万不要在外面徘徊 911倒地 好准的拴啊 又倒了 这个倒地好像服不了了 这个整个背上又录给了Summer 哎呀 不想抱进去 玩这想抱进去 肯定不太不太科学啊 不太理智不太理智 你如果说那边的烟封了一条 然后还没有消失可以试一下 但是这个危险系统有点太高了 是的 烟雾里面尝试抽一抽 小鹿这边又放倒了阿童木 很重的看一下啊 Summer过去能不能把人扶起来 而且在海的另外一边 打了一个提前亮这个树鞠 但对方一线烟铺好 我SMS在对岸拿到两分 嗯 大家都在抽这个岸边 看到有好 慢慢挪过来 找一个有视野的房区 看一看桥头是一个什么样的情况 有没有卡住的动作 这KID把坦克给撞翻了 牙皮被补掉 机场内部直接冲过来 龙斯根和怪兽 压力 是的 目前TMA的一个彩位在医院小诊所也留了一个队友 小海在那个位置 嗯 另外一侧卫星楼的位置WCG过了 OK一会儿机场内部人会聚集的越来越多 圈阵中心 112也被龙斯根旁边给抽倒了 编三万卡二条都能自摸 你知道你刚刚说这一段我问这个问题的时候 我看了一眼你的表情 你那个自信度呀 哎呦木子里这个位置有一点远啊 队友看开车过去来不来得及 要溜了 我今天发生车祸 概率好高 翻车事故还挺多的 哦 经典的话周品言过来是把木子里这分给补掉了 然后CG赶紧撤退 往圈里面去进 但是再往前进的话 旁边还有4M在防区 几个急脾气等不住了 WCG对于过路防的TMA直接发射了一把总攻 然后过点太长没了 隔壁邻居啊 我们现在两个人其实有点受限制的 KRG哎呦一顿乱抽 到这个坑里面真的不好过 对方又过来丢雷 这两个人的位置 这个随随便便打 直接一波刷屏带走 先拿个死 现在左右两边圈边缘也是会随时触发战斗 对 因为这个阶段关键就是在于 东边圈边的队伍他要考虑到下一个圈的问题 就是必打的架 对 必打的架 我何不如就是在没有圈架的一个情况之下 利用自己的有利地形先卡 出现机场圈圈圈三的时候 大家边缘压力还是很大的 是的 EV1BATTLE Jack因反应速度稍微慢了一点 因为毕竟是这个张大哲先看的对方 这颗雷 潘多拉一个人要顶两个 双方都是一个残血的情况 但是揪揪的一颗雷是直接将KIT给炸倒 是的 血量太低了 四阶段的伤害有点高 小虎直接被钉倒 坦克也是被蓝圈给带走 打不上这个药了 倒了俩 而且离这个圈有点远 走了 赶紧进圈吧 只能放 是的 诶 这边露露 紧摸 知道诊所里面有人慢慢摸过来 贴在围墙边 而且由于在上面山上的一波战斗之后 一些注意力也是给到了天鹿 注意力 来了 NUMP继续冲 先冲这里 他多明一天 这里局势这么混乱 要不要出来插一手 点点高点 Summer也出枪了 是的 凌强的一颗雷在倒下之前是扔了出去的 直接将换枕给带走 泡泡在街的对面 也帮不了队友 过来 可以扶 好 这边小鹿都会把周平也给放倒了 都被补掉了 刚刚倒地的牛海皮的选手 一丝闲 谁都别靠近我 近身 哇 这个过点一波刷屏 RBS 四 鱼人 好准 鱼人 拉出来了 在这个低坑的话呢 确实在有投授过的情况之下 会有很大的一个优势 但是身位烙度有点大 烤鱼的一波发挥 Legos直接被放倒 而另外一侧 降陆Gaming和TMA 两个都是想要去抢这个坡上面的位置 是的 Legos那点还能救啊 队友补伤非常及时 锁定了位置 风风看看这个雷 小海先倒地 是 当然啊 这边在打的同时 FTY也要考虑到自己一会上山的一个问题 毕竟C字楼和这个山还是有一定的过点的 他还是要管一下旁边悟空 主要是悟空在旁边 他不能把整个大背声录给悟空 对 对 真心太好了呀 这个地形上面的优势往往就这样 其实你 他就离圈要更近一些 然后踩了一定的高度 是高 对 哎呀这个圈 实际打得舒舒服服的 哦 龙斯哥上来 先打一个补 直接补 开了几架 确定对方的一个设计范围 距离还是稍微有点小远的 嗯 看见那边 山坡山体 高点优势太大了 龙子哥再把这个分收下 梅姿姿 知道今年还有独狼的 在这个位置很稳健再反卡一手 是 风风出手了 兄弟们三个都往前走了 这个时候独狼一踢你挪车了 我拿一分试一分 救急大热 泡泡的话也是扛不住这个蓝圈的伤害 被带走 楠楠也在走 还能碰到RBS和FTY的交手 但是要看这波有多快了 楠楠淘汰的有多快了 侧业打一个 鱼人 已经三个淘汰了 是 她刚刚在打破点车的时候 刷了一个手感 不过还是龙斯格尔出枪 四个淘汰解决掉了RBS 对 不想小跑过来的 看一下小鹿 能不能逮到一个侧身 哇 龙斯格尔这个反打 小鹿是先出枪 并且还抱了一枪头打 对 她拉过来的定位好准啊 太凶了只能说 这个 哇 就一丝血 差一次 差一次 楠楠拿下这个分 楠楠拿了两分 她之前 就是分两分都是楠楠拿下的 对 哇 已经进大力了只能说 那边啊 DTT现在还蛮原在的 对对 是 是SMS 又接到一个 这DTT来了 对 DTT来了 现在来了 Space man直接被 跟后望在两个扛大压 听到了久悟黑的车声 对方是一个爆头啊 之前确实有头甲的一个消耗 没有顶住 对方是一个满边 悟空目前拿到了七个淘汰 是 最终还是拿下了整个 偏南部的一个控制权 并且伯良还去拿了个空 也是对于这把吃鸡先不想 想的是如何先能够尽可能在圈面 多拿一些DTT的一个淘汰分 我真媚控在手啊 对 圈里圈外各踩一个 尽可能把自己的枪线 加损耗 然后DTT先去打 JFY 抱头 换座位 哎呀自己下车是一个残血 但是又不可能打药了 贴的太近了 是 突然只剩下了129一个人 素质在旁边猛猛K分 对 插一枪 哦 呃拿到一分 嗯 我离构死的过来把上面给打掉 是的 你扫别人 但是你的枪声一漏 你的位置就漏了 嗯最后不出 嗯 因为素质现在注意力 在小鹏身上 现在119一个侧身 呃这个还有个独栏在哪呢 啊没有秒掉 我素质直接爆头打掉119 小鹏 4打4 是的 我刚刚其实看到那个字是默认 我以为是 可雷 雷 小心雷 远了啊 人远了 哇 白龙马顶住 第一个先打掉 实际上 自己又旁边队友给了闪 这个白白的时间稍微有点长啊 拉回来 一换一 素质好快的枪 是的 再打远点 而且同时 弗莱尹也是在一个绕后的情况 弗莱尹那边有小鬼去针对的 实际上这个点位不能服了 双发3打3 看看谁的投资物更精准 该用用的全部都要用出来 素质的血量 小谷的这个血量并不是很多 哇 素质是 打算去 有素质 9K直接被放到 側翼 直接被一包被刺 但是 某梁这个一打二非常的关键 留给雷格斯的去 收拾最后的残局吗 只能硬架了 但是又要顾 顾左又要顾右 屁股后面来人了 那恭喜悟空在这一局是拿到了11个淘汰成功吃鸡